經濟傳統店家是面對 所謂專業的挑戰 台北市上海處都協助店家 在實體經營基礎資格 作成所謂的專業 有火鍋店 就作出經濟估計的菜單 經營正溫柱 也要透過第三方的邊台接單 對於科技的發展 消費沒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人家就算在國外 也能夠透過網站 離產車店位 北到一間歷史溫柱 原本也透過第三方邊台接單 不過最近在台北市上海處 副島之下進行收費專程 各家官網就能接單 省下第三方邊台 候補提出一項的 科技 最重要是實現了我們的去中間化 其實這四個月來 我們就是光是節省的就超過三十二萬 這收副島還在台北市 台附近的消費個點 讓網站菜單新增加日本韓國議員 先說起印還有那麼多努力 還有那麼多學生來用餐 因為正式算上有定的 社會選項也升下人力的成本 可以直接看看資料 對對對 就不用再一個人去接電話 因為過台其實就只有一個人 對啊 就光要點餐就沒有現在 對對對省一個人力 面對消費貿易又有科技快速變成 若者相信社會專程已經變成店頭 一定要有的成長值得 數位點餐之後省了人力 而且省了空間 省了時間 所以在做正義上我們講究的翻作力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實現 台北市商業廠競二十間店做喜歡 進行沉浸的福島 找出大家傳統店頭的 聽點對政學業 為算上訂後為貸費點餐 結束到回環間合管理 還有電商支付 合部來竊學社會的障礙 開玩折留 記者 您節目朋友 做台北報得